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那阵子就是焦虑到日夜都在想 你绝对不用担心 你到时候演出的状态会怎么样 因为你就是Nori 你心里缺少的是住一个小公主在里面 那种现场感 就是你要拖给大家看 是非常赤裸的 然后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象中 是很唯美浪漫的 大家好 我是王轩 在表演这条经济的路上 充满了未知数 演员更是不断地更新自己 怀疑自己 然后从中间让自我能够成长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三位非常优秀的新生代演员们 一起来分享他们一路上的精彩故事 首先我们欢迎卢以恩 我是卢以恩 接着是初梦轩 大家好 我是初梦轩 然后是彭千佑 俊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彭千佑 好 我会学习字 我会考不孝 我会努力用功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怎么在这里问我 我是问你这是什么 爱心啊 不要这样带我们笔 冯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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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可以参与到表演 每个人都有上舞台的第一次 面对镜头的第一次 害怕的第一次 阿千佑你的怕怕第一次来了吗 第一次 那时候 我第一次拍最梦的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就是会接这个角色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就接 是海选吗 其实没有我是那时候 我从欧洲回来 然后我进去公司就说 那个应容导演想要跟我聊天一下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 其实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剧本 所以不太知道剧本里面是什么 然后导演就说 会有一些比较挑战的戏 你可以吗 然后我想说什么样挑战的戏 他说就是一些比较赤裸的 然后我想说赤裸应该还好 因为我大学期间就是 就是在上雕塑的时候 就会看一些那种人体裸摩 所以就觉得对于赤裸的边界感 好像没有这么有 所以我就答应了 对 然后就开始去看剧本 然后也发现角色 其实是从德国回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专注力 都是在德文上面 因为很怕 了解 语言上 对 反而对于表演上 其实我没有那么的惧怕 因为我什么都不太了解 就是表演小白 对 然后就去了 然后才到当下的时候 真的是发现 哇 那种现场感 就是你要拖给大家看 然后是非常赤裸的 然后因为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想像中 是很唯美浪漫的 就没想到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那个唯美浪漫 以为是在雕塑室看那个吗 哈 model的那样子 就蹲在那边不要动吗 就是想说看一些 比较浪漫的剧 是会有一些 就是很 就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个 你说有沙沙有雾雾这样 对对 然后朦胧的感觉 然后那个很轻柔的 的抚摸或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超级写实 就是你要从 解扣子 脱衣服 过程 就过程 它是从头到尾 都把它拍下来 所以 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 是觉得哇 我当时真的蛮勇敢 你蛮勇敢的 对 而且中间碰到是信任 对 因为周边人够信 够专业 然后他们的心态也是保护你 所以演员就于是得到了放松 那Nori是不是 Nori Nori就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没错 是 不是你第一个角色 不算 他不是我第一个影视方面的工作 对 但是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 算是第一个比较长的 比较重的角色 对 那你有遇到什么有趣的 吓人的事情吗 因为 因为Nori 这个男生 建宗的嘛 对 对 建宗干篮球 对 感觉上都是很成就 很有成就 可以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角色 而且大家都喜欢他 嗯 但是 这样子讲起来蛮辛酸的 是因为 呃 看上去他有很多成就 对 但是这些成就是为了 让别人注意到他有这些成就 哦 对 但是事实上是他有一些秘密藏在他的心里面 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呃 展现他自己 然后得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是说压抑 压抑情感的部分吗 对 就是呃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样就是呃 心里有可能有什么秘密 但是他们无法说出来 嗯 对 但是这无法说出来 对于Nori来说是时代的压力 就是这个时代的氛围社会氛围就是无法接受某一种形态的呃 嗯 对所以那时候对他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 可是他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公主是不是 哦 对 对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你认为那个为什么是小 为什么用小公主这三个字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了解就是呃 小公主是什么意思 对 可是就是呃 最明显可以理解就是哦 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很漂亮 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很棒很可爱 就是我一开始只是这样去理解他 嗯 讨人喜欢 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就是在做比较细节的功课的时候 我去查了就是很多不同的性取向 哦 对因为呃 在我认识Nori这个角色之前 我其实对性取向的理解并没有这么的深入 嗯 对我大概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同志朋友 嗯 然后呃可是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跨性别 有可能是双性恋 有可能是同性恋 嗯 就是有很多种 嗯 最后 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 然后当我知道我是一个跨性别的 的角色的时候 我才理解为什么导演要说你是一个小公主 OK 对 然后就觉得欸 导演他下的指示很 对我来说很明确 嗯 因为导演给每一个人指示都不同 嗯 嗯 我就觉得好厉害 是不是真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小公主 你有没有小公主 你有没有小公主 你的小公主的认知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小公主是很喜欢可爱的小东西 嗯 我很容易被那种什么小花啊 或是长得很奇怪的小东西吸引 小女孩的感觉 嗯 被疼爱吗 被呵护吗 嗯 是吗 嗯 她的小公主就比较贴合她的状态 好 比较贴合乙恩的状态 嗯 但是乙恩自己从事表演蛮长一段时间 嗯 嗯 你心里真的只有小公主吗 没有 我觉得不只 我心里肯定也有一头野兽 大野兽 好 那四楼天堂里面 你的表现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 从她的青苔到那个四楼天堂 我其实最最感兴趣的 其实她的眼神 她眼神很有故事 很坚定 很奇怪 就是即使她演个盲人 你不需要知道 但是我自己在看 她就会觉得她好像 有一种想法在流动 这是她的利多 她当演员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可以猜不透 会让我们很想要去探究 嗯 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吗 那好 那今天送给你当礼物 是 那你自己在四楼天堂的工作中 你怎么去把你的 就看不见这件事情 然后做到让别人理解 因为表演很靠眼神啊 嗯 那你怎么做 我想要分享故事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盲人角色 其实是跟娟姐一起演戏 哈哈 那个时候我演孙女 孙女 然后我演阿鹏 我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演戏 然后我完全不理解 我印象很深刻是娟姐有一场戏在缝衣服 嗯 但是你这个被拿掉了 对 那个时候导演就有特别提醒说 我不可以用眼睛演戏 我就开始让自己眼睛失焦 嗯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耳朵还有脸部的抽动 就我觉得经历了以利这个角色之后 我发现自己以前有很多表演的惯性 比如说我很容易皱眉头 然后我很容易眼睛眨的次数 会太多 频率很高 然后就是接触那个角色之后开始 会去意识到自己的表演有这些问题 然后就就会更有意识的去控制他们 不要陷入惯性 嗯 好 我讲一下 就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跟一些 视障朋友工作过 所以也比较理解他们的习惯 跟他们不照镜子 他们怎么照镜子也看不见 所以他们也不会在乎自己 有没有皱眉头 美不美丑 跟这件事情无关 诶 有趣了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放 脸是放松的 嗯 他的烦恼不会是在 可能在耳朵上 或不在想 所以你那个功课就会让 就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乙恩 就是是一种很放松 很专注在另外一个感官上 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就很好看 你的脸是很平静的看起来 看起来没有什么事 嗯 可是实际上波涛汹涌 嗯 没错啊 嗯 那个心理的 对 因为那心理的变化 反而不是从眼睛透露 那这个在表演上其实是好的 你是不是演那个什么不良 对 不良执念清除诗 有一场戏是坠落的戏 对 然后让你的感官权开是吗 对 我觉得有点开到这里 太开吗 有点太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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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那时候我这印象深刻 我其实全部拍那四个月 我觉得那个在 哦 这么长吗 对 非常 对 非常长 对 所以其实对于心理上的素质 跟整个身体的状态 就是每天会有不太一样嘛 有可能有时候不舒服 嗯 可是你要怎么在这样的期间 找到一个稳定性 对 对 其实我在这一出戏 我学习到和了解到 然后说到 艺勇就是静华演的那个 坠楼的那一场戏 对 其实我一直很害怕我自己哭不太出来 因为其实 我一直从小可能告诉我自己就是要坚强 可能因为别人对我的既定印象是比较害羞 就是害怕很多 就是害怕很多面对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其实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要坚强 我面对任何的事情 我都要勇敢 所以导致于我在拍哭戏的时候 要展示脆弱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好难 然后我也一直跟冠卉导演讲说 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出这样的情绪跟状态 但其实导演一直在跟我聊的过程中 他觉得 其实我为什么 他就说我为什么会选千佑你 其实这就是冥冥之中 其实我就是在这样的角色看到你可以展示 那样的脆弱 所以我选择你 你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天的时候 真的很被支持 对 就突然好像 加上因为我妈妈也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是猛爆性肝炎走了 其实那时候非常的五天 就短短的五天 我从一个非常有希望 觉得医生也告诉我说 其实患肝之后就没问题了 可是在这五天突然我从一个有希望到一个绝望的过程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个画面 我从头我站在重症交互病房 我要怎么走去看到我妈妈的病床 那个位置 那个距离 我现在都可以想象 就是那个空间感非常的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易勇躺在那样的距离 就好像 因为我当时我怎么面对我妈的那个过程 我其实东西全部被打开来了 我好像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有意识的 因为要照着剧本要演出 导演那时候也会提醒我说 有些东西我还是要告诉你 就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哪些该做的 剧本上面该走的方向是什么 但你这个情绪你千万不要挡住 你来了就接受它 它给你了心理上面的 所以导演是有看见你的波动对不对 对 其实那时候我经历了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 然后结束了之后 敬华跟导演跟允华也特地传like给我 就说 谢谢我愿意把这个东西交给这个角色 然后他说 要我好好记住这个时刻 因为表演最珍贵最好看的 也就是可能就是这个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 未来你可以回想回溯 抓到那个感觉 其实他说真的很可 就是 对 因为 你不要看他笑笑 我知道他的心情是很波动的 也觉得千佑很像一个玻璃弹珠 我觉得你很像一个透明的玻璃弹珠 玻璃弹珠的里面看起来是很fantasy 就是很很魔幻很多色彩很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是非常脆弱的 可是这是你的特质非常好 是极好 那这个感官被打开 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突然之间你被敲碎了裂了 你可能当时并没有清理干净的那个部分 对于母亲的这个情感的部分 还有的处理了 就是我觉得是很美的 那孟璇你有在八尺门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经验或回应吗 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觉得你就是憨憨的 我跟静平这个角色其实蛮像的 对因为我们都执着于某一个目标 比如说就是我那时候去试镜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导演 然后我就跟导演分享说 我觉得梁静平跟我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很像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是执着于某一个目标 我想要成为一个很棒的防护员 然后因为我初衷就是我喜欢帮助别人 就是而且我做这个工作可以照顾到我的家人 就是跟我非常吻合 那梁静平的话他就是追求正义 但是他还不明白他心中所谓的正义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理解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法律就很正义吗 就是那法律的正义又是什么 那法律是来维持正义的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罗生门的事情 那个人藐视司法干扰什么 你向他学习只会智慧前诊 可是如果整个过程中 我们只是为了讨好上面那个判断者 你怎么能不怀疑他的公正性 判决是为了被告存在的 不是为了把关 不是被害人 更不是神 你有很多法律的条文吗 对有很多法律的条文 对然后那时候要背12条 但是我现在只知道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背东西的方式就是 我先理清逻辑 然后如果是太长的话我就会重复念 然后我会加速语速 对就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念到后面再把标点符号加上去 他的工作方法好有趣喔 你可能不会是这样子 对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因为 我有点大舌头以前 对我讲话比如说虾子 我觉得虾子 虾子 虾子 对对所以我才要把它念得很清楚 因为如果拍摄的过程 我一直NG的话 我会影响到很多人 跟整个时间的进程 这样我就更懂他为什么 会要求自己很有很安全的走过 因为我常会觉得 特别是演员啦 都会优点会放大缺点会放大 但是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的缺点把它克服 克服之后就可以让所有人觉得很舒服 可以很快的工作结束 然后这样子会没有压力 可是他跟他说他喜欢服务别人有关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表演是 有一部分你要先学会服务自己一下 疯狂一把是这个意思 你很怕别人说你大头症 红了喔 因为这个恐惧会让我们越来越走安全路 我觉得表演没有要伤害任何人 我们在工作现场 我们也希望工作愉快 可是如果符合角色的那种疯狂 你要不要做 还是要嘛 所以把那个我觉得可以微调回来 是允许自己放肆一点 了解 但是像妍恩就是在 因为她其实有的时候也是 她说她乖 可是她真的乖 我常觉得像青苔 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神之香是一个叛逆少女 还有什么 那个也是个叛逆少女 天桥违叛逆 对不对 哪一个对你影响最大 改变了你 我觉得是马晓兰 怎么说 因为我那一阵子就是 像孟宣刚讲的有点超窄 然后我也蛮不喜欢自己的 所以那个时候接到马晓兰 这么自信的一个角色 让我很焦虑 这个也破太大了吧 是多激烈 那你是要帮我缝吗 女生就要会缝衣服 然后我每天就会在想 就我连在上课都会想 那个人讲了哪句话 然后如果我是马晓兰 我超有自信 我会这么想 就那阵子就是焦虑到日夜都在想 然后就是也要融入那个时代 我觉得那个时代想法跟现在差蛮多 没错 就是不停地看那个时代电影 然后狂听王杰大哥 跟陈生大哥的歌 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步调变得很慢 然后我觉得 就是跟马晓兰经历的这一切 我觉得他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 关于自信这件事的认知 看不出他没有自信 对 因为就是马晓兰影响了我 以前我觉得我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别人认为 或是我认为最完美 那才叫我才能够有自信 或者是让别人觉得我很棒 但经过马晓兰之后我发现 自信就是你很坚信自己的选择 然后你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那才是有自信 我觉得才能够一直续航下去 所以马晓兰让你学会了 接受自己 你好 我就长这样 对 我就是这样 不然你咬我 这也就是我刚刚讲说 如果我们可以服务自己 其实也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会让自己有自信 我觉得演员是一个非常 吊诡的行业 我们永远在要认同 你要喜欢我 所以你做得越久 是不是越容易变成讨好 然后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或性格 然后就会变成 是不是过度超载别人的期待 社交行为 这个对 你说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会 是不是回到家 我还喜欢我自己吗 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今天 不是对自己点头 是对自己摇头的时候 可能你就对于做这个行业 会失去热情 也会失去信心 就像在派特幸福剧本里面说 竭尽所能的做事 并且快乐的乐观的活着 只要有机会 就会波云见日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 先来演戏之圆桌对谈 我是王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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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了 1 zione 分